飛機起飛往松山機場 而號碟等 estar到龍 법 7号 står 死神 tarde 早 和宇宙 我們現在在1与7條站 那今天要登石垂山 它的巴士站就在車站的正前 木造建築 2號巴士站 那一天只有四個班次 那我們改今天第一班是7點37分 會先坐巴士大概一個小時 會到山路下谷的一個纜車站 會從那邊再去接纜車上到成就站 那等到那邊呢 我們再繼續跟大家分享 我們現在在這邊等候車 現在準備出發完囉 往新日本低高峰前進 加油 GOGO 如美惠剛剛所講 我們搭往石垂山第一班車 早上是7點37分 在2號的公車站 往石垂山的公車來了 我們準備上車 好 上車囉 抽整理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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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石垂山的山口 準備下工車 這邊是下車後的路線 就直直的往石垂山這個門牌進入 開始進入石垂登山道 對 那我們現在要坐那個纜車 纜車還有200公尺 路旁停車場已經停了非常多的車輛了 我們繼續往上 先來買纜車券 這邊海拔455公尺 這邊海拔455公尺 山路的下谷纜車站 這是我們現在的所在位置 要上漂亮的纜車 行駕駛 行駛大概1.4K的距離 大概8分鐘的搭乘時間 我們現在抵達山頂成就站 這邊是海拔1300米 山頂成就站 是一個小的販賣部 山遊可以在這邊整裝之後 再開始出發 在山頂成就站 可以看得很清楚 美麗的賴戶內海 以及右方層層的山巒 我們已經搭乘車來到了成就站 我們已經搭乘車來到了成就站 在這邊 那這邊有一個洗手間 有一點賣場 然後呢 我們接著會沿著道路往上 會經過澳前神社 然後一路的到了成就社 那成就社呢 這邊右邊有個展望點 可以看風景 我們會往左一直到這個神門 這裡就會有寫一個登山口 這裡就開始起登 這邊好像是下切 從登山口開始一路到 八丁板的位置呢 是翹坡路段 那有一些台階路有泥土路 從八丁板就要開始上坡了 那沿著八丁板路徑很清楚 那一直的走到了這個有一個插路 這個地方的右手邊會有一個 試煉的一個鎖場 那這個鎖場可以走 那我們今天會沒有要走這個 我們會沿著左邊到前色生小屋 然後到燕明牆 然後會開始拉鎖場 第一個鎖場就是這個一隻鎖 這邊我們會從這邊切上去 然後再往上 這裡有個插路會往土小屋 往左 那我們會繼續走 走上來這裡會有一個第二個鎖場 會走這邊這裡鎖場 我們就沒有走道路 走鎖場接壁山鎖場 就會到石垂山的山頂神社了 那灰塵會走 就不拉鎖鏈了 就沿著沿路回來 就會回到 目前的所在位置 回到成就站 回到成就站 那它的纜車是每20分鐘會有一班纜車 那我們現在就要滑 從這邊走 那這就是鎖場 四億的食品 那拉的時候 一下會拉的這個 拉的時候會建議 拉這個圈圈裡面 鐵環 對對對 拉鐵環裡面 那因為今天很熱鐵環可能會滿燙的 記得要戴上手套 現在時間8點55分 我們要離開 纜車山頂成就站 往石垂山的方向 哇今天是大藍天 期待好天氣 可以拍的美景 分享給大家 美麗的賴戶內海 感覺是爬上西日本第一高峰石垂山 就很有成就的感覺 石垂山系 可以看得到美麗的風景 有這些山脈 哇 還有瞭望鏡 一上來 一上來 等 磁鐵大全線 神社 遇到熱情的 對 跟我們講中文 你好 謝謝 是啊 我們繼續前進 這邊到成就社 還有20分鐘 一進來 一進來 就是美麗的山目 哇 還有涼風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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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邊只要爬海拔 一般50公尺 就可以到成就社了 好 途經石垂山 36 黃紫色 感覺像上一次走熊野古道 沿途有非常多的王子色 現在時間9點18分 我們抵達石垂神社東宮城舊社 這邊是海拔1450公尺 旁邊有洗手間 成就社這邊也有旅館 可以在這邊住宿 再出發 石垂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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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非常粗的祝聯繩 有非常粗的祝聯繩 以及紫錘 非常的莊嚴 來拜的話 應該是可以成就心願 在石垂神社的旁邊 就要填寫登山計畫書 這個在網路上是找不到 要來這裡寫 那我們現在要去填寫了 快要去填寫了 來做探索 一定要用意 大門 我們現在要去做探索 都好 這裡的局面 你好 這裡有一些人 寄付 倉有一個雞 一個雞 一張雞 兩人是五福 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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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填寫的登山計畫書 一個人是五千塊的日幣 那等一下呢 在前面登山口會有一個信箱 就把它丟進去就好了 然後呢 就會有別的一個這個 代表我是要來登山的 那今天天氣很好 走了 然後他們 新生子 新生子 ありがと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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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填寫的登山計畫書 就是要投遞在這裡 直接交給這邊的工作人員即可 台灣好了 台灣好了 我日本語 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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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幸福 我们今天好幸运 遇到他们今天的开山式 经过刚刚的 为我们两位的祈福 开山仪式之后 目前都是下坡的状态 走了 在3.5K到石锤山顶 进入鸟兽保护区 仔细聆听 可以非常听得到 非常多清脆的鸟声 3K 前面有一个石锤 纯色的鸟居 美惠这段路还好走吗 好走 都走在森林里 对 都是舒适的 泥土碎石路径 舒适的木毡道 在下雪或积水的时候 就非常的好用了 剩2.5K的木板台阶路径 持续是完善的木栈道路径 追上前面一些日本的登山客 不然我们刚刚参加拍山室 耽误了太多时间 我跟美惠现在一路在加码赶路中 看不到镜头的木栈台阶路径 搭配柴米鸟叫声 美惠加油 都是台阶 是啊 一直往上 虽然有少许的微风 很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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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超喘 我们现在到的地方是 我的右手边是一个 它叫做四链的锁链 登上去再下切这样子 那可以走左边 左边就是我们台湾所谓的腰道路 那我们这一次会先走左边 因为再往前还有三个锁链要走 所以这个我们就没有要走 因为右边那个四链的锁链要爬到山顶 然后才从山顶一样是要拉铁链下来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 我们来看一下这四链的锁链 哇 非常大的铁链 一直攀爬往上 这一段有74米的长度 实在是厉害 从这个分叉点往石锤山顶 大概要一小时三十分钟的时间 对 写得很清楚 对写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出发 离开这四链的锁链 这些日本的长者体能都非常的好 哎 他又带刚刚吹的那个像大的海螺的乐器 十点半 迪达前色的三小屋 正前方是如果 你爬刚刚的试验的铁链 都会从那边 74米 那里 对 就会从前列上方的 爬上山顶 再锁链 再垂降下来 就会抵达这个三小屋 有卖一些水的饮料 是一个蛮好的休息点 遇到蛮多参与开山季的穿传统服饰的人员 10点40分 路上的标牌 离十岁山顶 剩1.5K 持续爆汗喘息中的台湾队 好喘啊 台湾队加油 很开心 遇到日本十岁山 他们今天有开山季的活动 美惠已经讲不出话了 展望处已经可以看得到十锤山山顶了 我们持续加油 剩300公尺的爬升路径 在看到这个指标之后 十锤山顶 目前是蓝天 加上朵朵的白云 没错 这就是 夜明墙 等一下开始要爬 锁链往上 蓝天白云 加上这棵巨木 加上这棵巨木 蓝天白云 四点五十分 四点五十分 我们要离开展望极佳的叶明墙 离开叶明墙的路径 视野开阔 真的非常的美丽 十锤山顶 就在右侧 这就是四国第一高峰 十锤山的山脉 哇 哇 美惠林后方的蓝湖内海 超美的 超美的 超美的蓝湖内海 漂亮喔 漂亮喔 前面看上去也很美 是啊 哇 哇 这景实在是太美了 美味加油 加油 现在时间十点五十八分 离十锤山顶 剩最后的1K 一样是如此的台阶路径 十一点零三分 抵达一支所小屋 地上 有 蛮多的 金刚杖 上面也是有 柯友 两人同行 就像是走四国遍路 空海法师 两人同行的概念 现在的位置是在走锁链跟往右边的木栈道 木栈道 那我们上去我们会从左锁链一支锁 那回来会走木栈道 那回来会走木栈道 我们现在就开始往上爬 对 这一段有33米的长度 我们就出发干巴地加油啰 美惠现在在爬一支锁 刚刚讲的这一段有33米 接近90度的抖身 但是踏点还算明显 美惠加油 小心喔 好 好 好 跟上美惠的 好 今天装那个扣环嘛 好 比较安全 有在爬玉山豆腐的感觉 上面还有一小段 好 爬完一支锁上来 发现有一只鹿 脚 但是它的头是藏在草后面吗 攀岩的路段 往二支所前进 岩石爬坡路径上来 是一段平缓的路径 路旁有介绍石垂山的历史 我们继续往山顶前进 离石垂山顶 省600公尺 要经过这个鸟居 要经过这个鸟居 迪达二支所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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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石垂石设二支所小屋 十点半 我们要离开二支所小屋 过二支所小屋 一上来 就会一样有个插路 那右边一样是不拉锁链 那我们现在往我的正后方 是今天的二支所 第二段锁链 那全长是66公尺 对吧 对对对 我们从这边上去 大概65、66公尺 开始第二段的锁链 开始第二段的锁链 目前是在车中 还有这种三角形的 铁链三角 比较好拉 哇,真不容易 所以日本朋友已经跑好远了 练起当初的玉山东风了 然后再切左边 还要左右两边切 对,左边这样大点 OK 目前这段是二支所 全长65米 两边切往上 感觉比一支所 难忍 对啊 因为它长度是 一支所的两倍 对啊 不容易不容易 因为它的铁链 比较长 对 手要抓紧哦 才不能放 樹根那边来左边 你会加油 有啦 发挥你的壁虎功 有啊 有在加油 蜘蛛人的功力要展现出来 安全啊 好 持续爬着近90度的锁长铁链 实在是不容易 我也要上来咯 现在都沿着左边就可以了 好 左边看起来有胖点了 好 好 左边有踏点 对 难得看美慧施展这么久的壁虎功 居然是在西日本第一高峰石锤山 在台湾的山林 我俩还没有遇过 这么长的铁链 这个三脚踝 一直可以当脚踏顶的 非常的贴心 手要抓紧哦 手要抓紧哦 我们来看一下回拍的路径 就是垂直的往下 嗯 哇 美慧施展也不容易哦 居然有12345 五条锁链 回头拍一张照片吧 123 OK 下山一定要好好补一下了 下山一定要好好补一下了 好 我这个地方有 真的是很陡啊 真的是很陡啊 感谢这些铁链啊 非常的喘 上来了 不容易 不容易 比第一段难多了 难多了 二支所上来的持续铁链 铁链 11点50分 完成 长65米的 二支所铁链 很喘 就是这么喘 真的很喘 很喘 二支所铁链上来 在400公尺 就到石垂山顶 左转指标 锁道 这应该就是三支所 那我们现在要寻着三支所前进 这个锁道拉上去就是到石垂神社了 就是石垂山了 对 就登顶了 那回程会走这边 对 我们回程 再走轻松的路径下山 已经看到三支所小屋了 所以这边 就是 三支所的锁场了 继续拉第三段的铁链 中午要多吃一点了 三支所小屋 我们两个喘一下 继续第三段的锁场 这段 近90度的垂直陡深 长度 有 68米 现在中午12点 我俩开始起登 三支所 最陡 最长的一段 不愧是 日本 最难爬的一座山头 居然是西日本低高峰的石垂山 它还有以美丽著称 以及挑战性最高 这两件事非常的知名 烈日当空 咱俩 出去找踏点 不敢放手 小心哦 回头是美丽的三轮 这一段的上坡铁环 旁边的踏点比较明显 所以我想选择踩右边的岩壁往上 其实虽然很疲惫 但是蛮开心的能够来挑战 这一座日本最困难的登山路线 石垂山 对需要再踩回去 你可以再高一点再踩回去哦 哦了解 我又要踩回来了 美惠即将完成最辛苦的三支鎖 铁链就是这么的多这么的长 我们回拍一下铁链 看不到山下的镜头 因为近90度的抖身 哇回路这个三支鎖 非常的动 我的手都在抖了 应该是不输玉山东风的 好 好先抬头看一张 耶 日本最难爬的山 叫什么山美惠 石垂山 超硬抖的 很硬哦 超硬啊 我手到现在还在抖 手机画面感很抖 哪里 OK OK 快到了快到了 快到了 加油 还有50公尺 最后的50公尺 就可以来去摸鸡点了 哇 每会 脚下都踩着铁环的圆圈 前进 看得出我脚一直在发抖吗 有 有看到铁链在抖 真的脚一直发抖 不要回头看哦 不要往下看哦 看了会挫晒哦 往上看就好了 到了 耶 挑战成功 恭喜你 完成日本最难的石垂山 一号锁二号锁三号锁 我的画面还在抖 因为手一直抖 让我喘一下 现在要来去摸鸡点了 来来来上来 上来左转 帮我拍一张 耶 开心完成 来上来左转 我的手 我的手 抖到不息 耶 恭喜 完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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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看一下 大景 哇 抱歉镜头的各位 手真的太抖了 开心登顶 再看一次远方的日本海 以及城镇 陈萝 这就是十锤神社 这就是十锤神社 我们去看那个神社 我们终于抵达了 今天的开山祭祀的活动 哦 开山祭祀的活动 这只石垂山,山顶的全景 海拔飙高1982公尺 今天正好遇到祭祀的大典 天狗月也是要拉铁链 非常的险峻 非常的险峻 非常的仔细的攀爬 在这岩壁上,真是不容易 对方,远方的就是天狗月 我们因为还要赶班次的关系 就不过去了 美慧小心哦 祈福一事寂寻中 再看一下日本百名山,石垂山,美丽的环景山脉 这一座是石垂神社的顶上山庄 今天是7月8号 是他们这边石垂山的开山大祭 山顶上有蛮多的祭祀参与者以及登山客 现在12点40分 我们要离开石垂山了 那现在下山就不拉锁链了 有另外一条路可以下山 我们走安全的路下山 哦 所以早上已经鲜苦 所以现在是要厚干的概念了 回拍下山的路径 回拍下山的路径 以及美丽的枯木 白云,蓝天 下坡路径 要下这个铁梯 上面有说明 务必要扶着铁栏杆下席 走这个铁梯的概念就是 不要往左下方看 尤其有巨高震的山友 往成就站3.3K 往下路径 往下路径 沿途会有很多的铁梯 或是铁网 那上面都会写 你记得了把铁栏杆拉住 不要往下看 也不要往左看 看起来很恐怖 是啊 1点回到二之所小屋 目前1点5分 我们要离开十锤神社二之所小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嗨美慧 你这个景好美哦 下山了 下山了下山了 也有一点 š衣 已经 belki出现了 within three 三点九百公尺 一只所小屋 感谢老天爷 今天给的无敌蓝天白云 1点28分 回到石垂山 前色深 小屋卖店 先练习的试验的所长 这一带我们不走 1点52分 我们抵达巴丁板 是一个目前海拔最低的地方 就是这个位置 巴丁板 海拔1300公尺 我们现在续往左边的陈旧站前进 下山再度遇到朝圣者 圣最后100公尺 太开心了 开心了 走 走啦 车子搭得上了 搭得上啊 对 我们要去赶公车 来 大大鱼妈 嗨 太美 大大鱼妈 嗨 大大鱼妈 鎖有了嗎? 是 鎖有了 對 來吧 好,頑固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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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給我們美麗的紀念回紗 2點12分我們剛剛出前面的神門 也拿到了 這邊祭典送的紀念的別針 我們現在要離開中工成就社 我們繼續坐纜車 我們現在往纜車的方向前進 要再經過這些 旅館商店街 耶 樂和頑童開心 完成 即日本第一高峰 日本的百名山 十槌山 沒錯 十槌山它是以美麗著稱 以及挑戰性 困難度比較高一點的百名山 我們終於完成了 耶 那今天呢利用了5個半小時 總共走了9.6K 那這中間 難度 所謂的最有難度的大概就是指 它有三段的鎖鏈 一支鎖二支鎖三支鎖 那 背力要練好 真的有難度 哈哈 我拉到後來 手一直抖一直抖 使盡了紅黃之力 紅黃之力 所以可能剛剛影片 有些地方是 手抖 手在戰鬥 手抖 那請多多的包涵 多多包涵 那我們現在已經回到了纜車站 那現在要搭纜車 下到三下 那搭巴士呢 再回到了 一與西條站 JR的一與西條站 很開心 那是一定的 天氣有這麼好 感謝老天爺 感謝老天爺 感謝三神 那感謝所有的一切 真的很開心 完成了這座日本的百名山 沒錯 那剛好又碰到他們 現在剛好7月初在開山企 送了我們一個 經典的徽裝 對 對 我們等一下就把它憋起來 我們現在要坐2點40分的纜車 下山喔 那這個纜車每20分鐘一半 對 我們現在要坐2點40分的纜車 下山喔 這纜車每20分鐘一半 對 我們現在要坐2點40分的纜車 下山喔 那我們的影片今天就到這裡結束 那我們接下來的還有七天 在日本就是旅遊行程了 這一次的爬山只有今天 所以發揮熱活頑童 樂看人生佛出精彩 完水遊山同心不滅 那我們就在這邊做Ending囉 下個三頭見 謝謝您的觀看 下個三頭見 拜拜